大家好, 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 我是琪琪 在節目開始之前, 首先要提醒大家 記得要參與節目最後的有獎文答 參與方式是非常簡單的 首先要數一數我們節目的二位碼 然後關注微信公眾號 再將你知道的答案發給我們 就有機會獲得豐厚獎品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好了, 言歸正傳說回我們本期節目的內容 不知道各位細心的街坊有沒有留意到 近段時間很多商店門口 都多了很多兒童搖搖車 兒童搖搖車一推出 也都深受到很多小朋友的歡迎 有新事物推出 作為好奇心爆棚的調查員 當然要第一時間去調查一下 所以本期節目內容 一於去調查一下兒童搖搖車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 在不少個藥房、市首店的門口 總會放著一台這樣的兒童遊樂設施 沒錯, 這個就是小朋友最喜歡的搖搖車 大家看看搖搖車的外形 全部都是小朋友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喜羊羊、大白鵝、還有小黃鴨 當搖搖車開動的時候 座位上面的屏幕還會出現可愛的卡通動畫 小朋友坐在上面 隨著音樂搖擺 真的看見都開心 只是因為搖搖車隨處可見 又樂趣多多 所以有很多小朋友都玩到 跟輪停不下來 小朋友你喜不喜歡玩搖搖車啊? 喜歡 喜歡 天天去玩嗎? 喜歡 喜歡 想問一下你會帶那個孩子去坐搖搖車嗎? 會 會的 一般如果搖空會帶他去玩 但是搖搖車帶受歡迎的同事 在模型網站上面 一些媽媽都提出自己的擔憂 最近聽過小朋友玩搖搖車 很容易得腦震盪 是真的嗎? 我女兒很喜歡玩的 但是我控制她每天玩一次 這樣行不行呢? 我聽說那些搖搖車 會搖到小朋友腦震盪 所以我想搞清楚是不是真的 各位媽媽對於這個兒童搖搖車的擔憂 我琦琦就全部收到了 所以在今期的節目當中 我們就一於會對這個兒童搖搖車 將來一個360度無死角的大調查 在網上的留言當中 有位媽媽就問了 兒童搖搖車會不會搖到小朋友腦震盪呢? 我們一於從這個問題入手進行調查 要調查搖搖車會不會搖到小朋友腦震盪? 我們調查的第一步 當然是要了解一下 什麼是腦震盪? 什麼條件會導致腦震盪呢? 為此琦琦特登來到廣東三九六波醫院 請教一下神經外科主任張梁博士 張梁博士從事神經外科工作27年 已經完成神經外科常規和高難度手術數千禮 今天就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一下您 就是關於這個兒童搖搖車之類的問題 然後我想問一下其實什麼是腦震盪呢? 腦震盪是腦受到極性的外力以後的一個極性的腦功能障礙 這種情況一般來講分幾種情況 一種就是我們頭受到外力的是從靜止到運動 另外一種情況是運動到靜止 原來是這樣子 那我想問一下究竟在什麼樣的條件情況下才會引起腦震盪呢? 腦震盪的話就是第一 第一就是你要這個頭部的話受到撞擊的第一是力量 第二呢就是受到速度 就是腦袋裡面在一定物體的一定速度到一定速度的情況下 那麼就會導致腦震盪的出現 根據張博士的介紹 我們可以總結出兩個人在腦震盪的條件 第一個是搖擺的幅度 另外一個就是搖擺的頻率 那究竟搖擾車的搖擺幅度和頻率會不會導致小朋友腦震盪呢? 拿著博士所給的線索 我們的調查員琪琪似乎就已經知道怎樣調查下去了 我現在就來到廣州市越秀區兒童公園這裡 千萬不要以為琪琪只是掛著玩 因為我今天有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任務在身 為了對比搖搖車的運動軌跡 所以我今天必須要在公園裡面找一個參照物來對比一下 讓我看看到底哪個項目適合呢? 啊!就是它了!海盜船! 由於海盜船運動的時候都是前後搖擺的 跟搖擺車搖擺的方式非常相似 接著來,琪琪把副科板固定在海盜船的中間 並在副科板下面擺放著一張拍子 用來記錄海盜船的運動軌跡 謝謝 謝謝 你要什麼幅度呢? 這個是可以根據小朋友不同的年齡去調節的 你少看我,當然要最大的了 好…謝謝 謝謝 剛才這個搖擺幅度就是最大的 我現在真的…頭暈兼腳 我應該要溫柔一點 我應該要溫柔一點 唉,琪琪也叫你不要承擺了 還是好好看著副科板的搖擺情況 在這次的實驗中 我們分別記錄了三次海盜船的搖擺情況 第一次搖擺的角度為45度 頻率為每分鐘20次 吊塵出現了頭暈眼花、撞嘔的症狀 第二次搖擺的角度是30度 頻率為20次每分鐘 吊塵出現了輕微頭暈的症狀 第三次搖擺的角度是15度 頻率為20次每分鐘 吊塵沒有出現不勝 現在我手上拿著這個就是扶科板 在得到搖擺的幅度和速度的參照數據之後 我現在就會把這個扶科板放在搖搖車上面 記錄搖搖車的運動軌跡 看看它搖擺的速度和幅度和哪個數據最相近 根據副科板上面的擺動幅度 搖搖車搖動的角度最大為17度 頻率為每分鐘35次 和海盜船測試當中的第三次搖擺幅度是接近的 剛剛站在擺幅15度的海盜船上面 並沒有出現不勝的症狀 那小朋友對於這個搖擺的幅度 會不會影響到老婆呢? 搖搖車的話其實它在搖的時候 它的速度是比較慢的 我們正常情況下 這個腦袋裡面本身就有好幾層的保護我們腦組織 加上腦裡面又有腦機液 是一種輕量透徹的透明的一種水 來保護我們的腦 所以我們腦的正常情況下 一般的搖晃是不會出現腦震盪的 所以腦震盪的話前提條件 它必須要受到外力的作用速度還有重量 在這種情況下 所以我們一個大的氣球 炸到我們腦袋上不會出現腦震盪 所以這種情況一般搖晃不會出現腦震盪 根據我們的實驗和專家的介紹 我們就知道 人的大腦是有自我調節和自我保護的功能的 所以坐搖搖車是不會令到小朋友震盪的 與此同時張博士還特別提醒我們 搖搖車對於小朋友的傷害 並不在於搖擺的速度和複動 而是在於小朋友在搖搖車上面容易發生意外 搖搖車的話 我們見到的搖搖車的小孩子受傷 其實好多時候還不需要來 在裡面搖晃搖晃導致的受傷過來看 我自己坐這麼多年還沒見到一例 我們最近見到的幾例搖搖車 其實都是從搖車裡面翻滾出來 所以搖車的設計方面是不是太矮 小孩子在這邊翻滾出來 有的是搖車這頭小孩子扒著這個欄杆走到那頭 可能是墊得太高了小孩子翻滾出來了 雖然搖搖車的搖擺幅度和速度 是不至於令到小朋友震盪 又或者只要扶穩小朋友也不會發生意外 但是不是意味著這個兒童搖搖車是安全的呢 我們當然要繼續調查它 說時事那時快 奇奇就來到穴手區某條街道上面進行實地考測 大家看看這條街上面 真的非常容易發現搖搖車的身影 通過剛才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 小朋友在坐兒童搖搖車的時候 對眼都會一直看著搖搖車前面的電子屏幕 雖然坐兒童搖搖車都只不過是三四分鐘的事 不知道這麼短的時間 對眼一直看著電子屏幕 又會不會對小朋友的眼睛造成傷害呢 我們都是查了再說 沒錯奇奇 猜猜猜不如做實驗吧 為了搞清楚短時間看著屏幕 會不會對小朋友的眼睛造成傷害 我們就來到中山大學第三附屬醫院 請到鄧娟主任協助我們的實驗 鄧娟主任有豐富的臨床經驗 曾經在國內發表論文二十幾篇 在整個開始之前 奇奇先到眼科醫院 用專業的儀器檢查一下洩令 檢查完事歷之後 現在我準備了一部iPad 一會兒我會坐在車上看視頻五分鐘 這樣的話就來模擬小朋友 坐在搖搖車的時候 一直看視頻的這種情況 之後再檢查一下事歷 看看到底有沒有變化 司機麻煩開車 我們的車繞著醫院行駛了五分鐘 奇奇就在這五分鐘裡面看著屏幕 五分鐘過去之後 奇奇馬上回到醫院進行視力檢測 通過檢測奇奇看視頻前後的視力 我們得出了一組數據 在看視頻之前 奇奇左眼的視力為0.5 屈光度為253 右眼的視力是0.3 屈光度為225 而在車上面看視頻五分鐘之後 奇奇的左眼視力下降到0.5 屈光度為275 右眼視力下降到0.25 屈光度為350 換句話說 奇奇的視力是出現了下降的情況 醫生你好 就剛剛我做了兩次的眼部檢測 我想問一下我在看視頻之前和之後 這個檢測結果有什麼不一樣嗎 檢測結果就提示你的趨光度 也就是你的近視度數短暫的增加了 大概100度左右 不會吧 100 你也知道我是一個成年人嗎 那剛剛其實我也是看了五分鐘的視頻 我就已經感覺到眼睛是又乾又澀了 那如果說作為小朋友 他們在玩搖搖車的時候 一直盯著電子屏幕看的話 這樣子對他們的眼睛又會不會造成影響呢 嗯 小朋友長期看這種電子屏幕的話 首先還是容易引起乾眼 然後他會引起視力的疲勞 因為他的結鑽機在反复的調教 第三呢他這種情況如果得不到緩解的話 很容易引起他的真心的近視 那如果說真的出現這種情況的話 又有什麼不正的方法呢 最主要還是要讓他多放鬆就看看圓 做戶外的運動 最好是能夠做一些體育運動的話呢 對眼睛的放鬆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的話至少要遠看遠五到十分鐘 讓他完全放鬆眼睛可能才能得到休息 那聽完醫生的介紹之後呢 我們可以知道 無論有沒有坐搖搖車 小朋友長時間這樣對著電子屏幕呢 都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所以呢各位媽咪一定要多加注意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只要選擇一些沒有電子屏幕的搖搖車 就可以讓小朋友放心這樣坐呢 小朋友對於搖搖車的喜愛就已經無需多說了 而小朋友喜歡搖搖車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被搖搖車的音樂吸引 當我們的調查員在網上搜索的資料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段關於搖搖車商家的暗房視頻 根據商家的介紹 他們一般都會把搖搖車的聲音 開到很大的招攬生意 那麼這些音樂的音量 會不會對小朋友造成影響呢 我們家樓下的搖搖車 又是否安全呢 我現在就來到月秀居的一條街道上面 根據一些家長和附近居民介紹 就說這一帶的搖搖車是最多的 現在我就會用我手上的分貝兒 去檢測一下這些兒童搖搖車的音量 到底有多大 希望一切順利 不要被人趕了 GO 接著我來 奇奇對三家不同店舖的搖搖車 進行音量檢測 當搖搖車開動的時候 我們發現搖搖車開出的聲音 真的不需要 搖搖車發出的音量是粗音還是音樂呢 這些聲音不會對小朋友的聽力造成影響呢 究竟這個搖搖車又可不可以給小朋友玩 傳言片講 查詞先講 送回調查團 廣告回來 告訴你 在上一節我們的調查員對搖搖車的音量進行調查 究竟結果是怎樣呢 我們馬上揭曉 傳言片廣告查詞先講 歡迎回來第二節生活調查團 在這裡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我們節目最後會有有掌問答 所以大家記得要數一數節目的移文碼 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在上一節的內容當中 我們就對兒童搖搖車的音量進行了檢測 到底情況是怎樣的呢 我們馬上去看看 奇奇通過對三家不同的搖搖車出行音量檢測之後 我們得出了一組數據 第一家搖搖車的音量 音量最高達到81.3分半 第二家搖搖車的音量最高達到80.3分半 第三家搖搖車的音量最高達到80.5分半 剛剛嚇到我鼻孔都沒有肉 剛才我用手上的分貝檢測儀 分別對三款不同的搖搖車進行了檢測 就發現他們的音量全部都去到80以上 不知道這樣的音量 又會不會對小朋友的聽力造成影響呢 拿著這種數據 奇奇來到中山大學第三附屬醫院 找到眼內科主任曾祥麗博士 醫生你好 這樣的我們就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針對三台不一樣的搖搖車 進行了音量的檢測 您看一下這是檢測的結果 我們就發現三台不同的搖搖車 他的音量都達到了80分半以上 我想問一下這樣的音量 對小朋友的聽力會不會造成影響呢 這個應該是屬於造成範疇 任何一個我們不想聽到的聲音 廣義上來說都屬於噪聲 那麼這個搖搖車 它玩的是個車對吧 然後附帶的搖出這個聲音來了 首先這個聲音是個什麼性質的 就是這個孩子會不會喜歡 不喜歡的它會有情緒影響 對於音量來說 呃 直接造成聽覺搖上的造成 應該是在85分倍以上 但是依照我們人類生活的舒適率 我們要求在70分倍以外 因為聽覺舒適率的範圍是40到70分倍 這個範圍的聲音聽起來很清楚 也不會難受 大家都能夠很樂意的去接受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它 控制在70分倍以外 這樣比較好 嗯 那醫生說到這個音量的影響啊 我就想問一下 對成人的影響 跟對小朋友的影響是一樣的嗎 從噪聲 單從噪聲對聽覺的 呃 器官造成的搖上來說是一樣的 但是搖上後的後果是不一樣的 因為成年人他已經學會說話了 他就算是拼命 呃 在這個年齡段搖上一點點 他聽起來有困難 但是他的交流能力 言語能力已經在了 而小朋友如果說 如果把他高頻聲響 由於大段聲響的話 呃 他聽來的聲音就不完整 不完整的結局就是 他聽到東西不清晰 他說出來的東西也不清晰 我們任何人的言語發言 就是先聽 跟著別人模仿 這個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的影響 不是 不單單是聽著器官的聲響 可能聽你聲響程度一樣 但是他人生造成影響是不一樣的 在調查過程當中呢 我們就發現搖搖車呢 經常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那我就不明白了 搖搖車作為深受小朋友歡迎的遊樂設施 那麼國家究竟有沒有對搖搖車 進行相關的監督呢 這些搖搖車的維修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為了解搖搖車的相關監管業的維護情況 當然是要找一位專業的維護人員 資訊行 所以琦琦又回到廣州月秀區兒童公園 咦 那裡有個工作人員 讓我去問問他 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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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想問問你是否這裡的工程主管 是 你手上的這個是甚麼 這是每天對設備檢查的登記表 每天都要檢查 那這裡的搖搖車豈不是很安全 我們這裡沒有搖搖車的 咦 這麼受歡迎的娛樂項目 居然沒有 那好吧 謝謝你 謝謝 聽到這個結果 真是出人意料了 在小朋友當中大受歡迎的搖搖車 居然沒有出現在兒童公園當中 於是我們唯有扮成買家 向兒童搖搖車的藏商聯體 喂 我想問這裡 是否可以租本部搖搖車 是呀 租我燈 買我燈 那租燈會不會很貴 這一層你也可以給我們押金 我們把車放在你店裡 到時候大家找多少分多少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搖搖車 有沒有甚麼監管 搖搖車其實沒有甚麼搖搖管 其實就是一個玩具 架構又簡單,沒有甚麼事 工作人員通過調查發現 藥店、藥房門口的搖搖車 並不是商家自己購買的 而是由代理商放置在商店門口 然後跟商家分析 只不過搖搖車有沒有維護 有沒有質量驗證 就無從考究 但是搖搖車作為一種常見的遊樂設施 國家對於搖搖車的質量 有沒有相關標準 經過拖返酒房 我們找到了廣州 潘如正業技術學院的吳敬梅老師 吳敬梅老師現任 廣東省玩具協會常務理事 從事玩具安全標準 和檢測課程的教學和研究十多年 目前國家針對兒童搖車 這類小型的遊樂設施 確實是存在著監管的空白問題 這一類搖搖車的使用對象 就是兒童他們的自救能力弱 危險意識差 監管空白是容易導致安全事故 目前國家相關部門正在草擬 針對小型遊樂設施的安全標準 但在標準還未出台和被強制執行之前 希望生產商能夠自律 在產品的研發階段 要結合玩具安全標準 和遊樂設施的安全規範 對產品進行嚴格的安全檢測 以保證兒童的安全 調查到這裏 生活調查團提提你 是否上面的搖搖車產品質量 更加是參之不齊 現時國家正對搖搖車制定相關標準 但在標準和監管未出台之前 各位媽媽還是不要帶小朋友去玩搖搖車 另外為了小朋友玩得開心又安全 各位媽媽最好帶著小朋友去規範的兒童樂園 調查到這裏 相信各位媽媽對搖搖車都有所警惕 好了 接下來的時間 又到了萬眾期待的抽獎環節 只要鎖上我們節目的儀為碼 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以答案性命地址聯繫方式發送給我們 最快答案問題的六位觀眾朋友 就可以獲得由廣州市越秀區兒童公園送出的套票 好了 下面的時間時不宜遲 立刻來看看本期的問題 今晚的問題是兒童搖搖車容易對小朋友的哪一個方面造成影響呢 A 視力 B 聽力 C 以上都是 知道答案的觀眾朋友 請掃描屏幕上面的結尾碼 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以答案加姓名加地址 再加電話的方式發送到公眾號 最快答案問題的六名觀眾 就可以獲得廣州越秀區兒童公園提供的套票 獲獎名單就會在下週一的微信公眾號頭條公布 調查到這裡 本期節目又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生活資訊 又或者參與我們的幼獎問答的話 記得要搜尋我們節目的兒文碼 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今期節目就這樣 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